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一篇的考点卡片内容啊 我们这一篇前面也说了 我们的重点其实呢 也是比较突出的 更重要的是以记忆为主 那有一些要理解难度也不大 所以我们这块啊 相关内容必须是全面掌握的 就这块要出题的话 我们尽可能多得分 那首先呢 咱们来说一下啊 第一个考点卡片 关于总体议计策略 那这个重要程度三星 难以程度三星 这属于啊最为基础的 最为基础的啊 那么提醒单选多选 偶尔呢 也会在简答题里有所体现 这块要注意啊 他也可以体现一下 那么要求呢 就是记忆掌握把它背下来 那总经策略这块 那么这里啊 一个咱们对报表层次重大错误风险的应对 那么那五条 那那五条咱们得背下来啊 这话 然后呢 咱们说对审议程序的总体修改要求 因为呢这个内部环境有问题 那就是咱们修改 考虑什么啊 那改变性质改变时间改变范围 那那么这一块那其实呢到后面咱们说针对认定层次 武币这块 我们呢这些手段却还是这三条 对吧 因为呢是武币这个往往是观众人家控制上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改变性质改变时间改变范围了 但只不过要注意一下五币那块呢 哎明确说了要改变实质性程序 对吧要注意这个啊 然后针对五币风险 它的总体应对 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在报表层次 抓错封眼就上 那么它进一步提出来了 那一个呢咱们说要考虑这个人员的问题 那这个人员一定是高素质的委派对吧 这个人员 那再一个呢咱们说一定什么 从根上找快证策的问题 那那么再一个呢快语估计上的问题 那这五币风险的总体应对这话 此外呢如何增加实际程序的部位员性 这个呢其实近年来考的不太多了 因为呢已经是很多年的东西了 就这么多年来就没变过 但是呢咱们还是应该知道一下 这是咱们说总体育策略这块 然后下一个呢咱们说进一步水晶程序 这个呢咱们把所有的都并在一起啊 进一步水晶程序 它的含义性质实际安排范围 因为对他来说啊 他涉及到什么呢 涉及到他的展开 也就是说控制测试啊实际程序啊 包括我们第六篇第七篇 所以这只是一个概述的要求 因此重要程度 它还是比较重要三颗星 但哪一程度呢 两星了 因为我们到后面啊 学之后你就更理解它什么意思了 所以提醒当中一般单性都写 但偶尔在综合体里有体现 那这个啊咱们要特别注意啊 因为有时候啊 他特别爱强调哪句呢 就是针对重大的交易战略的披露 必须使用实际程序 这个呢 往往并不是说在我们后面具体的哪项审讯当中去体现的 但是呢 他原则在这里有 所以他就考了 所以用的就这里面 所以这个咱们考试啊 咱们这前面讲课以来也注意过了 对吧 然后呢 服务要求只是记忆掌握 因为咱们都讲到那些东西了啊 咱们记忆掌握 那一个呢 关于进一步审讯程序的总体方案 那这个呢 他受到什么呢 受到这个风险评估的影响 特别呢 受到报表层次 抓索风险 它的影响 然后我们要考虑 考虑什么呢 你说中性方案 还是实际性方案 而且大家注意啊 我再强调一遍 我们呢 这个总体方案实际上是针对每个报表项目 我们来考虑的 比如说啊 我们货币资金 那我们的营业收入 那包括呢 咱们说存货 分散这类的 针对每个报表项目来设置 所以呢 有的报表项目 就不得不是一个什么 综合性方案 像呢 货币资金呢 像呢 咱们这个收入啊 那存货呀 管理费用啊 这类的 因为这类的 他大量的交易 所以呢 也是企业日常的交易 那像这类的 我们应该考虑什么 控制测试 加呢 这个什么 实际程序 因为我们 那不得不面临一个 依赖内控的问题 但是呢 有的项目呢 你就考虑就实际方案为主就行了 也就是说 有一些涉及到 预外收入啊 其他收益啊 包括咱们说 产业水平投资这一块 那么也是什么 哎 一般实际性为主就可以了 所以是实际方案 那再一个 基部审计程序的时间选择 这个呢 是影响到后面 所以这个原则上要重点掌握 啊 他本身呢 就重要 后面控制测试 也说 实际程序也说 然后特别强调 对于重大的交易 如果这类必须 必须抵做实际性程序 注意 我们说啊 必须抵做实际程序 可没说 必须抵做 限测试 对于有些重大的交易 我们可能是 控制测试 加实际性分析程序 就够了 或者呢 有的项目啊 他本身 他风险很低 他很重大 但风险很低 就金额很大 利用量很大 但风险不高 这个时候 他很适合实际性程序 当时那个实际性的分析程序 所以这里啊 一定要注意 我们只强调 必须抵做实际性程序 没说必须抵做细节测试 当然你也别说 必须抵做实际性分析程序 那也不对 那具体做哪类实际性程序 那么这个 我们取决具体情况 所以这点啊 注意这个细节啊 然后接下来 咱们说控制测试 控制测试这个内容 就很重要了 所以我们把控制测试的含义 性质 实际埋法 都要说一下 拆开来说 因为这个出题来说啊 控制测试 这里面要出的很多 然后呢 咱们下一篇当中 也要出 但下一篇当中啊 主要是在抽样里出 所以控制测试在这里 就要多出题了 那重要程度 四星 难以程度 我觉得也四星 控制测试的含义 就我们需要理解它 真正理解它 当然如果接到我们下一篇 你下一篇 咱们说控制测试那块 你要看懂了 听懂了 再回来明白这含义 就比较容易了 那么提醒当中 单选多选 以及综合题 那都可以出的 就这里咱们强调 因为有的提醒啊 他呢 说出解答题为主 那么有提醒呢 他实际上是什么 最难可以出到综合题 但有的说他虽然可以出到两些 但出到综合题 所以我把它 例到综合题这块 其实告诉你 它是可以在综合题里出答 而且我们呢 在考试中不止一次 考到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的掌握啊 所以要求是理解并记忆 所以你理解我们控制测试 到底在干什么 然后要记住这些要求 那其中区分 对内控的了解 和控制测试性的测试 那这个要区分的 在控制测试的执行要求 咱们说了 那这执行要求 出于呢 这种成本效益原则的这一种 对吧 就中性方案 那出于那些无奈之举的 不得不用控制测试的 那这两种对吧 因为实行程序 可能无法应对这两套风险 但有的呢 可能就不需要了 那这一块 那么这个执行要求得注意 然后特别注意呢 这个自动化控制 那对他的了解和测试的关系 这个啊 我们前面是讲过 那了解内控的时候就讲过 说这个了解内控能不能 作为呢 说这个控测试 说运行要求性质结论 那就讲过 现在控测试当中 再次提到他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这控测试的含义这一块 然后呢 他的性质 这个呢 他重要程度 稍微下了点 三星 来一程的也三星 那因为他这会儿呢 不难理解 那不难理解 而且包括啊 他这个程序啊 这块咱们前面也有所介绍 而且要和前面啊 这个结合起来 那咱们这些程序的那性质啊 对吧 获得的那这些局限性啊 所以一般提醒啊 单选是一种 然后呢 简达综合体都可以出现 要求也是理解记忆 实际理解 让记忆 其中呢 咱们说控测试这些程序 它的特点 这是一个 那那这特点是什么 包括的权性 这块咱们也提到了啊 没有程序的局限性 以及呢 实质性程序 对控测试影响 说这个影响 说实际程序 有没有发现错报 这个影响 因为这类的话呢 最爱在我们 假题综合体里出 说我实际程序 没发现错报 所以认为 那控制 运行有效的 那我可以提醒大家一点 说我们还可以出到什么程度 说我们实际程序 没发现错报 注意啊 然后呢 认为 这个内控运行有效 所以呢 都影响到什么 咱们后面 就是咱们要讲啊 关于内控审计 所以因为实质性程序 没有发现错报 所以认为内控有效 所以内控当中 内控审计 没有重大缺陷 那是两个概念 两个概念啊 这个大家就可以联系到 我们第十一篇了 因为内控审计 它也对这个内控的有效性 进行了一个评价 所以实质性程序 没有错报 不等于内控 有效 不等于没有重大缺陷 那这点 一定要注意的关系啊 所以 以前都是实行程序 没有错报 那么控运行有效 现在可能变成实行程序 没有那发现错报 有认为 这个内部控制 没有重大缺陷 这俩概念 那这完全是俩概念啊 要分清楚 然后控测的时间 这个呢 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在我们考试中 特别爱考它 时间 因为呢 对这个呢 是 虽然我们都说 七中要做 但如延到七末 再有呢 内控制东西 它是稳定的 我们能不能用 以前年度的 这是一个特别要考虑的 所以重要程度 五星级的 但是难度不高 三星 那提醒呢 单选 简达综合 那这类提醒啊 要求也是理解机 那么一个呢 是七中测试 因为我们一般来说 控制色 主要在七中做测试 但是呢 这个七中测试 如延到七末 对摄影期限考虑 那再一个 我们以前人都已经测试过 这样控制了 那么 今年 这一块 我们能不能直接用 那这类可考的内容 特别多啊 然后其中测试以后呢 还要结合抽样的内容 因为我们抽样里才讲 说我七中做控制测试 然后 怎么把它 延到七末 于是呢 咱们抽样一开始就考虑过 对吧 那么到时候我们 那设定这个总体 总体比如说六十个 其中呢 做四十个 然后顺先做二十个 有这个要求 对吧 那这个咱们到下一篇会讲 那前后结合起来 这才告你 我们其中测试完了 顺先怎么做 抽样解决的 然后再一个控制色范围 这一下子就降下来了 这要程度 对吧 压变成三星了 为什么呢 关于这控制色范围 因为它主要在抽样里解决 那样本量的问题 做多少的问题 所以重要程度 这就下来了 哪一程度呢 它也不高三星 一般呢 在这里如果考到它的话 不好抽样的话 一般就减下题总体 要学列机 那么特别注意 这个自动化控制测试的范围 因为对于这类的控制 我们并不需要多做 但是呢 我们一般什么呢 主要针对啊 说这类控制的 新一处理的一般控制 这个我们得做 那得怎么做 这个测试 这做完之后呢 我们对呢 这个新一处理的那控制 那就自动化内化 怎么来做 其实做一遍就行了 所以就结合到了解内控了 对于自动化的 就新一处理控制 一遍就够了 但是一般控制 你在这块说明白 你这个你做 你不能不做 你说我不做一般控制 我就针对啊 新一处理控制 有自动化的运行控制 就来一遍 那还不行 那一般控制 必须你做啊 这控制测试的范围这块 因为控制测试太重要了 所以我们才能四个点来说 那不像有东西 有东西呢 咱们变成一个点 那有的呢 那是分开了 然后咱们说考虑新技术 那新技术这块呢 他正好反过来了 他重要程度没那么高 难以程度呢 高一些 因为这个东西也不太好理解 所以难以程度四星 其实说啊 我认为我们系技术 这一点内容写的 其实也是很浅的 很原则化的 但依然对我们很多学员来说 难以理解 好在呢 他考试的东西啊不多 对吧 所以主要是单选多学 要记忆 那么重点复习一个三个层面的信息技术 它的特点 对吧 一个呢 信息技术的审计范围的确定 那这个是要注意的 这咱们把重点都画出来啊 复习当中主要在这里的复习 然后紧接着实质性程序 实质性程序这个概述这块 它的原则概述 那那包括呢 它实质性程序本身的概述啊 它的含义性质是安排范围 这个并到一起成为一个值得点 重要程度 因为这个并到一起来 重要程度还是高一点的 四星 哪一程度我认为三星 那单纯考它的概述部分 单选多选和解答题 要求理解加记忆掌握 所以你会发现啊 我们整个这篇内容记的东西居多 前面都是理解 对吧 个别东西呢 你要记一下 但你这篇 这篇呢 就理解一下记忆掌握 理解了就好记了 因为这属于啊 最熟的那一部分 就是要求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像咱们分眼评估那块 这个呢 有高度有难度 这篇呢 说心里话 就是要求大家 就属于我们基本功的范畴 那对这类的很多观点啊 结论叫顺子流 对吧 脱口出那种观点 就一做题脱口出那观点就出来了 然后呢 就开始做选项 就这么个意思 对吧 所以理解它 然后记忆掌握 那么要求呢 注意一个对特别风险 它的应对 那因为对特别风险 我们应对的时候啊 又做先行的 那比如说 咱们考虑特别风险的应对 你的总理方案是什么 那对特别风险的话 我们应对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到总理方案 你的中性方案 还是实性方案 那么注意 如果是实质性方案的 那么这个时候 必须递有细节测试 如果没有控制测试啊 你是就做实际上 必须递有细节测试 但是如果有控制测试 对特别风险应对当中 有可能是控制测试 加实际性分析程序 尽管一般不合适 但是有的时候是可以的 有的时候是理论上成立的 这要注意啊 然而呢 如果只是我的实质性程序 而且只是实际性分析程序 没有控制测试 这是绝对不行的 然后再一个 说我们其中执行实际程序 行不行 对他的考虑 特别沿着期末的这一块 那这点呢 也是我们要特别要注意的一个点 再一个 以前年度我们做实际程序 是我们现在能不能利用 所以其实在本身 也是实际性程序的时间上的考虑 然后那咱们再强调 这对所有重大类别的交易证据 必须做实际性程序 再次强调这个问题 这实际程序啊 因为实际性程序其他内容 往往是跟着我们后面 什么韩正啊 对吧 那么包括啊 咱们说会比资金的这种审计啊 收的审计啊 在那里要展开来讲检查程序 对吧 所以呢 在这块我们并不多讲 但在这块有这么几个要点 要特别注意的 要再一个实质性分析程序 这个呢是相对独立的 所以我们的后面也可以有实际性分析程序 但不多 所以这个呢 它是重点来这掌握了 所以这要程度四星 哪一程度三星 那么题目当中 一般单选多选 这一种再一个简答题 当然说你实际性分析程序 咱们说拿出疑问 放到综合利益行不行 也可以 但单出的话 简答它可以够这份量 用分析程序 那分析评估里有 我们到最后 那总体复合当中也有 所以呢 单纯搞分析程序 也是可以出解答题的 那要求呢 就是大家理解 然后继续掌握 那这里啊 一个关于实际性分析程序 它的运用范围和决定性 要掌握 再一个对特定认定的适用 那接下来呢 咱们要特别考虑 我实际性分析程序 你要用的话 数据是否可靠 那么因为你要用这些数据嘛 可靠性很关键 那这个税靠性的影响因素 此外呢 可就差一额 它的这个考虑 特别是呢 可就差一额与实际性 与这个实际执行重要性的关系 注意小于等于 所以呢 咱们说 如果做实际分析程序 发现差异的跟谁比较 跟可就差一额 不能说我跟实际执行重要性 去比较 这一个 再一个呢 就是如果啊 说咱们发现了差异 小于可就差一额的 行了 接受了 如果大于可就差一额的 只要超过的 咱们要对整个的差一额 做分析 而不是说 我超出部分做分析 那也不能说 我把呢 说这个超出 可就差一额部分 给它调整了 胜不稳不管了 这都不行 那你要小的话 我们就就不管了 大的话 整体都要审 那这这块啊 这是实际性分析程序 然后呢 再一个 五B的分析 对 这个呢 我觉得重要程度 也四星的 毕竟是五B这块 然后哪一程度呢 没那么难 那这需要记的 所以是三星级 那么提醒单选 多选解答题 那要求呢 就记它了 记掌握 咱们注意啊 一个是应对认定层次的 抓索风险 是五B导致的 怎么办 咱们求改变性质 改变时间 改变范围 但一定要注意 改变什么 实质性程序 这个时间的问题 对吧 再一个应对 观级层 零价控制上 这个风险 那这种呢 风险的应对 要特别注意 那因为呢 说这类的 不管病人单位 我们说 针对观级层 零价控制上 这风险 评估结果怎么样 至少就有三个程序 那三个程序是底线 不能比它少 你可以做的比它多 但不能比它少 所以那三个程序 是必须做的 不管风险评估 结果怎么样 就零纳股 管级层压控制上 这种风险啊 不管结果怎么样 必须做那三个程序 所以这个呢 要特别特别的掌握 然后呢 集团使用的方言应对 这个呢 重要程度 也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呢 是最可以合起来 和我们呢 对呢 组成部分这块 的判断 结合起来的 因为呢 前面是判断 是不是知道总部呢 那这边得判断什么 如果应对 所以重要程度 四星 哪一程度 三星 三颗星啊 那么一般来说 就是单选多选 简答为主 就只要是 特别爱出简答题 要求是记忆掌握 那这里啊 咱们主要区分 重要总部份 和非重要总部份 它的应对 那重要的 还要进一步区分 那要区分不能性质 重要总部份 对吧 那重要的 分为财务重大性的 和呢 有这种特别风险的 可能倒是特别风险的 那在这里 请大家一点 对于那重要总部份 咱们并非说 必须给他设定一个 组成部分照性 你说不对吧 你给吧 不是的 对于重要总部份呢 我们得看 我们给他一个什么 应对的程序是什么 如果呢 你说我这个主要部分 是财务重大性的 当然得给他 那如果我这是性质的 原因导致的 导致特别风险的 而我的应对 只打算做什么 特定审计程序的 要不要给 不用 只有呢 对总部份财务信息 整体做审计的 才需要 有这个组合性 所以这一点呢 也要注意这个细节问题啊 就我们一般都认为 那组成部分 重要总部份 需要给他一个重要性 如果他需要的话 我们是要给他 但不是善于说 你是重要总部份 就必须给 我得看给你的应对安排是什么 那这是咱们这话来说的啊 但是非重要总部份 这会呢 咱们可能做 审阅 或者呢 审计 是整体信息的审计 整体信息的审计 审阅 都得用组成部分重要性 这时候需要给他重要性 所以不要说了 非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不需要给他重要性 不对 非重要总部份 也可以给 什么时候不需要给呢 如果做 结案层面分析程序 不用给他 所以这里啊 咱们到这个阶段了 就得往前扶起了 扶起到第三篇的内容 注意这个细节啊 因为我们下意识的感觉 重要总部份 必须给重要性 那非重要总部份 不需要给 错了 这两块也都不对 咱们得看 对他的应对原则是什么 所以在这块 要和我们前面 第三篇结合起来 那这是咱们来说啊 关于我们 第五篇的考点卡片 那么建议大家 沿着这个方向 去进行服习 好吧 那到这呢 我们这篇内容 就算高一段落了 那实际上呢 第五篇 我说了 这篇内容其实挺多 但是呢 学起来压力小 上一篇学了半天 很多东西听不懂 但也不至于都听不懂 你细分啊 上一篇有些东西能听懂 有些东西可能找不到感觉 这篇大部分东西 是能听懂的 但是需要注意细节 那然后我说了 这篇整体难度中等 因为它是个原则规定 我们记住它就行了 好吧 那好了 我们第五篇内容啊 就先到这 对吧 整个第五篇这会儿啊 咱们就可以告一段落了 对吧 那么 翻评估第四篇 第五篇讲了应对策略原则 然后呢 并没有完 对吧 你刚刚是原则 具体怎么用啊 在咱们接下来 六七篇来说 所以接下来呢 咱们就用第六篇 第七篇的学习 第六篇讲控制测试 而且呢 他就说控制测试如何运用审计抽样 当然呢 我们这个第六篇内容 难度呢 也不算大 特别是虽然有抽样 我也告诉大家 那其实很轻松 咱们第六篇花不了多少时间 第七篇呢 这个难度大了 对吧 而且呢 他各种呢 这个实际程序的应用 包括呢抽样 抽样 到第七篇也是有难度的 所以呢 大家需要什么 到时候打好精神来 但没关系 咱们还是一篇一篇的学 咱们第五篇学过的东西 然后到第六篇 有些是应用的 要联系起来 好了 我们稍微秀一下 然后进入下一篇的学习 我们下期再见